這個映暗,這個寶床告財吼,寶床 這個,本床裡面的七十床那裡 十床之名義,如法嚴經所率 那麼那個,顯過來,顯過來這個十床十床,這個寶床告財 高雄告財,我們是以前公告的這個 十床顯示,就是這個十床的第二,二床主 二床主的菩薩 那麼就是法菩提心的菩薩現實 必須對於一切眾生法十床的心 這十床的心就是他,二床心,百地心 安禄心,安住心 第五,念念心,第六,熱笑心,第七,修佛心 那麼,第八,動機心,第九,輸心,第十,道輸心 那這十床的心,這個寶床顯示,就是應該天黑十床法 第一,就是一定要上宿道文 第二,遺憾執政的第三菩薩現實 第四,法嚴合院 第五,議必須是第六,心無確保 第七,了解主義,第八,如法受刑,第九,管理無礙,第十,安住不動 那現在又反過來,我們已經說到這個天安 就是對這個了解有疑說去 反過來這個,在...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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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面,我們就...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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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тебя 들... 八萬四千發這麼多就是民慧 眾生有八萬四千的燈落煩惱 既然眾生有八萬四千的燈落煩惱 所以菩薩行者和大心要躲在眾生 就是以前要知道眾生心的原因在六道 民慧生死 就是因為無視無憑 無視無憑 無視摸八千八無量 所以如果合一切法 說了解一切赸法人 譬如說有八萬四千發這樣說 應該人家要發發精通 如果要發發精通 合 forest一定要三眾裡面看一看 他們都會學 人家就很多 照說是很多 有哪有人征頭的大宗經有看完的有哪有 這樣了解齁 所以你大宗經在這裡都看完後有一切法 所以他比較用到發思為主 因為要讀那個中心 有哪就要閃對這個心 他改做這樣 心要改做當然他要讓中心靈力 要讓中心靈力當然他要發思 對這個就特別講三思的中間是一發思為主 因為發思就是一發思五中心 就說一如來經教 經文文三中十二報 對這個 內容只需要向中心說法 這個比較重要 讓中心溫法 氣收這樣 這樣可以改法 中心改成開團 處理生的事 這點 要知道 如果中心沒有問法 還是說問的小夢法 他當然也不跟人家開團 因為小夢法會忘記 變成責任 剛才裡面有一句話跟我們說 如果想好吃 到底有偏差 沒有偏差 有偏差 總之不是這樣燒 你身材跟他講 給他不對 這個重點是這個營過 你如果說營過這個過 什麼原因是有偏差 總是要講出這條 這條庫部的主體營 譬如說我們就 佛法裡面 有很重視營過 重視營過譬如說 這個法界裡面的中心譬如說 還要下廊 什麼原因在山島 如果什麼原因在二姓 二姓 就是說 就跟特技粉 什麼原因是在大生 柏山島裡面 這才算我這 一定要健康 這個營減過 這個還有實力 不可以說今天 你什麼原因 怎麼會代替說一個有億 有大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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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大陸道 它就是無量戶 無量戶 就是不一樣的戶 這個不一樣的戶 當然是有不一樣的因 我們今天 所有者 對這個不一樣的戶 和它不一樣的因 這個法法都會正通 當時不管你三千島 那千島裡面 譬如說 人間有各種的這個問題 是怎麼有這個問題 國際的問題是怎麼問題 社會府 社會是怎麼可以 起立 起立之後 將來 他這個優勞的這個 叫割堡裡面 將來再堆落 這個事實說 我們在這個算法這樣 看他總之不能添差 但是這個六分 中 我們的善途和奧途裡面 不是我們救助的 現在來說 不是救助 不是永遠的善途也不是永遠 但是要怎麼把這個眾生 給他這個優勞的力量 這個當然你對 素性體要正通 在素性體正通的這個康執別桌 眾生的康無量 手無量 受到如果國人不一樣 這個有法法要正通 不是只有一個康執別桌 就能夠說 眾生說 就不可以做藥 因為你如果有接的藥不康 那麼這個到底是什麼 有的人個性不一樣 他沒藥 大燈還是小燈 親有大親還是小親 無視到底是什麼 是無視 射見 還是無見 這些都有各種的差別 所以這個法義上 一定要處處正通 不是說 含佛說一含佛 我們絕對不可以這樣 從來我們現在這個法義絕對不可以偏差 什麼樣的原因 是有什麼樣的佛 這絕對有什麼原因 什麼樣的選擇是有什麼樣的選佛 不一定會這樣 那像正面 那個圓主師有說是在建國 有一個人在選榮 但是他欠經濟人在報私 這報私之後 他可能有一種 他不得去的時候 去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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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再注意,這是了達有疑的 了達有疑就是一定要知道這個中生的追準 有什麼樣的經驗是生在安裝 你現在要怎麼跟它所得 不可以說你自己用一個問題,就這樣進化的公共,不可以 甚至也不可以用偏差 人天法,人天的胳膊有人天法 二生的胳膊有二生法 聽到嗎? 那麼這個大生的,有大生法 所以法,法法有優為無為,這都要知道 所以今天菩薩屬奉世幻中的法文無量世幻學 這點一定要慎重 不可以說你今天就說我賠一件,我就要做生意,這樣不可以 這樣可能海紀和海差,這是必然的事情 因為法文無用力 我們今天大家在家又反覆,不可以用偏見 你以前說要講啥就講啥,要做啥就做啥 從來你自己自我含不可以用偏見 所以你一定要有資格啥呢? 這個法文就說,佛道的經、論、論、十二報 你一定要精通 無量法文的,你一定要學 你不可以沒有學 這個方法裡面以植 有百份有數億或十億 我們像政治說的後面說到 那些修了還沒有補充 所以一定要討論說 尊求無量法文二法世元 因為法世元就一定要有無量法文 這點是說 因為算法者不同各自法義 合法眾先絕對不可以有十萬元 不能這樣 要做這點 譬如說仁天壞 有仁天壞 那麼這是民主誰 keen的人 譬如說這些人 他們就很愛做厚物 你就說這根就 要厚物要怎麼時會10厚物 要怎麼變成10千元 這就是法官眾生 如果沒有劍靠的做這個不會完蛋 因為眾生必定在這個廚藝中 為何要和他們也做藥 因為我們人 說一句實在就對了 一世人都慢慢講 消除不斷 對不對 小錯不斷 大錯也常犯 聽說 消除不斷 但是大錯也是最犯對 那麼你怎麼給他消除賣犯 消除怎麼會消除 大錯怎麼會大錯 消除不斷 大錯的不斷 一定要跟他說的消除 就是說殺生有十種的活動 對不對 喝酒也有十種活動 但是準備固定喝酒還是落地 殺生還是落地 那麼這個十種的活動 一定要跟他說的消除 為什麼可以殺生 不可以喝酒是什麼樣的 但是今天這個環境在這個環境裡面 殺生不斷 如果有的人是臨酒不斷 如果有的人是臨酒不斷 就要說 恰好都說是臨酒出恰好 害死自己還是害死別人 那麼這個臨酒十九法裡面 就跟我們說 有十種活動 將來這段時間就被人 你要研究給鄉世 對這個問題先把他提示 跟他建構 跟他統教佛道已經怎麼搞定 這樣來呢 對這個反覆的臨酒 對這個主要作為 跟他講得好 殺生怎麼會臨酒 抖頭怎麼臨酒 出來跟人間 是不是怎麼有受苦 殺到營我們怎麼臨酒 這絕對性 但是當然有一天 出來跟人間 到底是怎樣 那要一條一條跟他講得好 如果是如果說給鄉世 那麼你殺生怎麼臨酒 但是說 殺好性一定要說給鄉世 要收不收他的事情 就這樣而已 我們是佛道今天跟我們說得好 我們今天你不收 你就一定不知道這奧道裡面 佛道沒有收到 因為要給我們 跟我們說殺生不能收 不能反感 我們現在有照著這個建構 來跟他講得好 所以我們裡面說 佛道的佛義裡面分作人天佛義 什麼人天佛義一定要知道 今天在人間世是 什麼原因在人間世 什麼原因在地下 什麼原因在地下 什麼原因去到天上 再說佛道有那麼多 代仙和消仙法嗎 這個消仙法 這些是二仙的阿羅漢 才會去佛道 那麼代仙是菩薩道 你本身一定要靈 再來分解了義和不了義法 齁 了義法就是那個無違法 無違法就是了義法 但是不了義法就是有違法案 那麼你總是要知道 但是因為你對這個不了義法 這個是差不多 包括人天佛代消性嘛 齁 這個是不了義法 但是不了義法就是這個代行不共法 然後後來你不是要進入到中來 那個不可算的法 你今天如果他沒有穿著了義法 那個代行那個又不可算法 你不可能 所以這個我們奉扎人家一定要健康 分法還有優 要空 齁 有優法要空嗎 優法是面對 因為中心的這個比較低 所以率流 因為中心的這個情度比較短 所以說空 再來 本法要真心和希望 真心就是說那個是相空 那麼希望就說延期 要 要要要分明 那你要沒有穿著 怎麼能夠要要分明 這是屬於這件事 但是你自己浮於浮途 如果他再坐著 他再坐著 他再跪下去 這樣也不一定 但是這樣就比愛了 因為浮途跟我說人生人 醉嘛 那人生人又又浮逃難分 那什麼又浮逃 如果說慶祭,你會說人天法,這個佛法不是這樣 還是說黑白看你的意思,這樣也不是 我們大家這件又犯書 所以去政統如來政教 這樣裡面佛法,裡面佛法怎麼選 分成三宿道 法宿道的人天法,共宿道是二宣 最宿道就是大宣佛法党 你這個原則,這個理一定要都會說出來 例如說明這樣,這樣可以短情自他二婚 二婚跟短情,可以佛力、真理、大德 不可以說這個人說這樣,你就回答不去 論不對地,這樣也不可以 這樣不對 他要收的主體是什麼 你還說得對,這樣也不對 然後再用國安慰自己,再來消遣百人 因果分明,延期,現空一定要分明 你今天說這分針就是這分針的主張 這分針就是這分針的主張 但是你今天不能以這分針的主張 來上海的這分針 這樣叫做非奔代行 這樣絕對不能夠 所以大家要心中 這個 把重心可以撩撩分明 把他水平的風雪 我們才可以短情 自他二婚 那麼這個二婚 如果當中二婚 這樣才可以佛力 這個佛力,這個是佛力,這個是我們的重點 就是那個空力 吉利社團就是空力 外面各驚說 是諸菩薩最上告非了義大乘 這樣有種嗎? 這樣看你要學什麼? 諸菩薩最上的是要告非了義經 要告非大乘經 就是這個中的還是佛法在這裡 所以不能當頭前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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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死人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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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聽 懂 齁 所以 他說 一定要 了解 無 義 就是說 太 星 菩薩 耶 這個 吉 鐵 書 要 生 酒 十 種 五 心 質 だー 您 何 一定會 DOWN 10 種 基 第oriented 本身 要 要 anno 上去 不是 說 你 種 種 就 好呢 是不是 不至硬 因為你 只需要 お淡 種 口 試 你 non を 是 一種 不是 精香 那麼 你 attract 也 會 很 един敞 因為 我們人 的 肥皮 Cap từ 叫 有 一到 出來 不是 不 荚 肉 出來 Aaron & 收 收 出來 就好了,你今天本事要留下,所以這句說一定要如法受刑 如果如法是如來建造受刑,這樣怎麼可以說 但是如來建造,怎麼又不一定如來建造來,這有說五行法 如果說三十多的,有說了義不了義,有說人天法,有說二生肅體NP,有說大生三千歲,八十八歲 這樣不就這也是如有大家建造,可是這句話來用,這樣比較不俗 所以我們來講如法是用字,如,講到這句如 你知道嗎,總共是一定要看這句如出來,如法 那麽這句如是甚麼就是如法的時尚空上的代表 就是一切如法,時尚,跟一切如法的空上,叫做如 時尚空上叫做如,所以空上也是主佛的時尚,也是主佛的時尚 那麽這個時尚還是時尚,千歲如,這就是烈凡的本體 這句話的烈凡的本體,就是那個不生不變,這個,就是虛空改的絕對真理,叫做如 那麽這句話,所以現在在說,有的是絕對不變的真理,如理 那麽這句話是如理 當前我們來如法生生,依如的法,這個法就是死生死生 這就是如理嘛,這頂來大家抓到這裏 中的臉這句,就是抓到死生死生,這樣 那麽這個呢,譬如說一切如法有別生,有別生 我們一個人,這個叫做上生感 人就是不一樣的這個臉上,不一樣的生命 不一樣的這個名文,這個有應該是不一樣的上 還有不同的個性,那麼這個有應該叫做有別生 喔,那麼有別生,個性 那麽萬雷應該是這樣 所以這個萬雄裡面有一個共同雄叫做師匠 這個叫做共同的聖名帝 就是無情無情都說好 都有一個共同的聖名帝就是這個師匠 師匠空性這樣 所以這個師匠另外一個人叫做如釋子雄 所以這個如就用到了 所以這個如釋上 萬雷不變 所以青衛如釋這樣 如釋以來一定不變 其清流氏空性不變 一定不變 但是他不變這樣 這是再說這樣 萬雷的主體 這個聖名足夠以來比較變 總統是不變這樣 所以如果這些環境比較入圍為之空 所以說空力也對 空性也對 說空性也對 阿蘇陋間比較入圍 所以這個圍就是中德的圍 中官都說中德嘛 還說空間中官嘛 那麼這個圍經典 這另外一個圍身叫做圍禮 所以圍禮就是圍禮 圍禮就是圍禮的意思 那麼大圍禮中他說這樣 說圍百姓實在 這三個圍禮是出於大圍禮 所以這三個圍禮就是圍禮的圍禮 圍禮就是圍禮 或是圍禮是圍禮的圍禮 所以他說這三個圍禮就是圍禮的圍禮 不一樣的圍禮 那麼這個圍禮 受圍的圍禮 這四個圍禮就是圍禮 客有空力去實範 就是圍禮的圍禮 最好圍禮 那麼禮是虛空的圍禮 最好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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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禮是無圍禮 圍禮是圍禮 圍禮是圍禮 圍禮是圍禮有圍禮 但是圍禮是圍禮 一定要圍禮 所以這個圍禮 在三圍禮 中間就是圍禮 但是六十四圍禮 六十四圍禮 但是圍禮 因為圍禮 因為圍禮的時常 圍禮不圍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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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禮不圍禮不圍禮 圍禮不圍禮不圍禮 包括人天性、理性 這就是有一個問題 上次去做政國術性的這些東西 但是,如果可以順如來的順便發明 如果眾生順如來發生 這樣叫做不足不足就是客有空 客有力 用無收支是客有空性空力 所以這樣就是達到政無形法的追蹤 所以這個入法 應對說就是立法的基本 叫做無形無練 我們今天在賀主 以前要講的是這個 不足不足 客有空客有力 但是用無收支 理實心收這樣 所以說入是受益 就是一定要下入來經道 裡面的基本心理 這樣 你若是說收音質 像說佛的這個問題這樣就不足了 這樣真的不足 所以以前那些 這個佛陀的第八條是一定要入法受益 但是什麼叫入入法 這個入日 就是無生法 那麼這個就一定要先進去這個目標 來入室這樣 那麼佛陀呢 佛陀就說 我們入入地 那你若有入地 就能入法受益 那如果入法受益 就我們入入地 因為這個頭前這個是地 地匪的地 但是這個是無期的無安 你今天如果是不完入入入入 你要入入入 你要入法受益 那也不可能 會中生裡面太窒 對齁 所以這個入入就是無期的夢 深省暗邁 沒有通達受益的地 那你再說別說受益 別說受益 當然一些人 我就說說說 說說說說 他本身無限 他又沒有去生人 那你現在在自己身體 我們在日常的生活上 我們和我們有相關的這個生活性質 你若是說今天要處理 我告訴你真正是無話 我告訴你真正 但那些生活性質 你若不可以處理 這個人就是分離失敗 深省暗邁 不要說出生的工作 所以我告訴你 修理是真正 不通達 叫做別夢 但如果說自己的修理 就說自己的修理 就好 因為每一個書 都有一個理 就是說有一個前因效果 都有 但那些人 對這個問題 不懂 會生活性質 你本身不滿 這樣怎麼不對 所以這個 有一本經論叫做法改處的初文 這個隨著地下改處 他轉述 他還說這樣 不合自性 你既有七 又不合一個修理 無名 不料 不合妄處 去如下見 這是七度的名無名 他說不合的性 這樣自己一個名叫做七 所以這個七就是下低下見 要注意 今天你如果集團 就有這種問題的性 在裡面 還是偏差就有這個問題 在你們裡面 又說處處 不合的性質 不合的性質 神經不合作 你自己做 不合的性質 你還不可以去做 我告訴你 你就真的完蛋了 聽到沒有 如果沒有一切修理 修理呢 就是說修理的根本 那叫做不料 那你自己賣那個夢出 但是這賣那個夢出 那就是說 他世間來告訴他 他夢出經濟啦 夢出命理啦 齁 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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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這個問題,這個反復輪迴的主要因是在這裡就是執 那現在你所學的埠就是埠嘛 那你今天因為執因有無量,埠也有無量 那了解齁,執因有無量,埠也有無量 所以今天,學好執行的人如果沒有出席 就說將來你要執行的主要因果你還不斷 那個主要的主要就是執行,執行的主要就是執行,執行的主要就是執行 現在執行是你真的有徹底已經了解 那如果還不知道呢,如果你想要執行的主要是執行的主要是執行的主要 這樣來當然是有經歷部長 你一定要追這個執行的降牙,於是執行最首先開始褒美 Q 就是執行先開始 為何凡夫人你就好自己支持一些上1點去彌勳 你如果烏萬也可以這樣 喔,所以現在來說這個 predict,叫做無 liquor 聽到嗎?這就有負責 那麼菩薩行者不可賣賜二行法 雖然佛陀有跟我們說賜賜貸,沒問題 因為這個犯覆要離庫徒 總之一定要按照賜賜貸先來 但是菩薩行者一定要賜賜貸來賜賜賜貸 但是菩薩行者本身不可以賜賜二行法 對這個財政法沒有 總之不願財政法 我們的主委是不是真的願財政法 總之我現在給大家提示 肅貸利你也沒有 我們就說你要離庫去錄影就好有多賜 肅貸利有多賜 但是不是說嘴巴就沒了 那是往往臉講的 劉貸在表演劉娜賜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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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 不是來到賜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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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賜� 對白魔、對大教官有效 這樣比較叫做你賣好的 回來的時候我告訴大家 你如果不好大教官、不好白魔 你平常只在白名 平常就這樣說了 你最在的土地 你懂嗎?這很嚴重 你對大教官、對白魔不好 你只在白名、土地 甚至你的需要只在天台 就是靠靠現 你所有的這個經驗所謙的,那麼你絕對一個流報,一個沒有,一個沒有,一個小卡沒有去 你如果友好,就當命,就當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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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當了孫 不但是這樣,你第二世的民謀就當了,這就當了危機 有什麼呢?因為你跟友好父母都這樣笑人,所以你主要是民謀就裝了 但是你如果不好民謀就必修了,因為你再把父母拍照,所以你必修了人 齁,這個才好下來就一定就是這樣,但是你今天到這裡,你現在還說回來 今天日子就真的比較緊去會變現出來,齁 齁,所以有的人菩薩天才不能濟二星啊,但是你也不能有五百星法空的料理齁齁 一定要尋求大星法空二啦 不足不清,自發本空,炎氣本空,是空是,是色是色是空,那些東西都可以貼給好出來 齁,這樣才可以因度重心法普代心 不是你主修就要嘛,你自己要法普代心,你有什麼因度重心法普代心 依自重型,這樣就有三秒三波體了 所以說今天不是只有我開團,一定要興奮,才有尊勝 但是興奮的人一定要敵敵相溫,才會後悔苦笑 但是敵敵相溫,不是只有你去保重心,你還要鼓勵重心,鼓勵重心這樣,這樣比較對 鼓勵一切的重心法普代心,鼓勵重心 這樣將來我們本身身體無上正經濺,那麼這個給你鼓勵的人,將來將來身體無上正經正濺 這樣這樣比較對 你本身有哪些身體力行,不是你跟著砌一些小子,這樣就說你別的 這樣有哪些是無理的 齁,所以這個過程,你一定要再了解那個五十二開尾 頭前的三圈圍怎麼會合,現在再說就是十圍圍 十圍圍頭前的十圍圍怎麼會合,現在是十圍圍圍怎麼會合 到九個四大圍,四圍四圈,七十圍圍,七十圍圍,這樣更加開五十圍圍 έχ監頭一、如果繼續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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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濺 Umaunda 來自ada區都不同,parent decides你5幾個分明 5個分明你這個理的見受不同自行 и正面穿這些理 還是你面穿多少強要稿那個給自己、得在多少 這樣伯爵你腳可以每個經鎖,經鎖起來比較明顯 一定要正通,所以一定要,你如果要彎立有訣,一定要正通才那樣 所以他說要彎立有訣,如果沒有會主導困難,要怎麼做他 這個意思是隨便這樣,得到彎立有訣 第三個案子不懂,這個案子不懂就是心案子有訣法 本來就是先跟我們說這樣,最初就是祈禱 永遠不要動搖 但是這句話應該是怎麼會有無解固執 因為今天我們在學校三大的人,我們這個經鎖是有說這樣,訣法入手 但是善主犯法,絕對不懂說定定一法令人 好,一法入手,性正通一法,以後善善善反反 善開一條反反 那你現在這句話這樣,終生水分,受保持,心改定 這樣不能這樣就補下去了 水分吼,我不是說我可以做什麼做什麼這樣 這個叫水分啦 水分吼,我就隨便,現在我可以收得幾次而已 我就盡量忍用,我盡量靜靜,那些就不能送到佛羅倫 一定要發佛提心 這個佛提心為主法是得勝法 所以這個佛提心就是主法是得勝法 日後一定要收慾 日後一切收慾 它叫做佛羅倫 但是我們現在是水分而已啦 但是反正你水分也就有了,聽到嗎? 有啦,水龍社完發了,發了現在沒有來也有 沒有來,你現在就想說,我如果沒有來,我將來要怎樣 要注意啊 總是要去一個點,可以收到 你現在做事漂流 今天就來這裡,不用帶來,如果沒有在家裡 你看你最裡面要考慮嗎? 你說真的要考慮 聽到嗎? 什麼人要給你考慮 你要考慮嗎? 你不需要和人配合,什麼人要給你考慮 你要考慮這件 你不和人配合,什麼人要給你考慮 你不和三部中心,什麼人要給你考慮 你今天沒有受三部考慮 你身體中來有哪是幽分 世紀後有哪是幽分 所以今天,現在這句話一句說 法佛提心,這佛提心,主法是得勝法 一定要努力,一直在努力 你如果人家說這個地方就不太適合 你不去看一個地方 比較適合的地方,有哪是定間定的條 我才跟主人說是這樣 不但今天在這裡,今天在那裡,後一邊在那裡 三個地方,四個地方,四個地方 這樣四個地方 要注意這點 所以以後實在收 一切收尾,大家就佛提心 百年報師,有機會就報師 百年一定要注重 更不再留在億多裡面 一定要忍受,因為忍受你如果不收 心的事情都不會完勝 你還要再重新的精進 不然你是在農費生命 所以這四個地方 你如果沒有更緊急,你三個地方沒有 三個地方沒有,你農費不開發出來 這不開發,因為那個農費不是只有 有這個度分層而已 當中這四個地方入床 那床來開發農費 所以在那裡,各位聽眾來講 佛提心 它是神就佛就是精神 所以正就是精神,性就是沒有改變 佛提心就是神就佛的支配因 佛提心 所以佛做是一定要有精神 所以佛法中元氣 佛靖中元氣 應該都看不到 所以佛提心 佛提心 國家吾 佛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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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又是怎樣呢 送前無辜學完蛋,我有準備嗎? 煩惱無辜學完蛋,我有收回嗎? 煩惱無辜學完蛋,要全體 我問無辜學完蛋,你有接受嗎? 有真正認真、認真、認真、認真嗎? 你要自己去考慮 你如果沒有考慮就有人跟你說 我跟你說,比較不會成就 你自己電視自己 煩惱無辜學完蛋,因為以前這三個都會有故事 那麼煩惱可以經理才是八天 要做這件事 所以這樣呢,靠著行政安復不動 未來的靠會生佛這樣 不然這句煩惱無辜學完蛋 所以為神的地帶主的菩薩 一定要有這十種法 神月十日後,以前說的,顯過來 再學習一下 齁 既帶主的菩薩 就是發佛提心的菩薩行政 必須對一切中心發十種的心 那麼這十種的心就是利益心、百地心 這都是對中心比較有交代 還有安禄心、安住心、認輪心、烈修心 第七修佛心、第八動機心、第九思心 就是說我要為人輸就對了 這幾個就這樣 我十天要為人輸 齁 跟那個道輸的心 我十天要引導眾生出離開 這幾個就這樣 你不能夠負責 這幾個就這樣 今天我們是哪 佛法來的地境是 蘇善地和佛地 蘇善格和佛地 所以你不能說我教悟 沒有 可是沒有 因為你說 我將來要做 我要做天神書 我也要做一個三大道書 佛祖的三大道書 佛祖要做三大道書 我也要做三大道書 我還要引導無量眾生出離開 我還要引導無量眾生出離開 這叫做蘇善和佛祖的蘇善 你如果是可以 照這樣就這十種法可以成功 所以有了蘇善的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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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蘇善的蘇善的蘇善行者 對乎一體重生 情重大自微生 而且呢 本身喔 將來聽到這大聲的佛法 甘地球可以開五里甘 不必 還有別人特別跟我們 我們就特別去問 讓別人特別跟我們說 說到一邊再說一邊 不必這樣 所以他們一定要收這十種法要 使命為祢的蘇善 這樣算是有很清 因為這個喔 在佛鹽兵裡面是比較清 那麼在這個連鹽兵裡面 說的是比較清 因為這個是改善法 連鹽兵一個改善法 那麼第三條 一定要叫做修行儒 什麼是修行儒 什麼是菩薩修行儒 那麼這個只是說 我佛地心的這個菩薩行者 一書 一心 便管世間十法 那麼 那麼 是什麼十法 第一 關一切法無雄 第二 一切法庫 第三 一切法康 第三 第三 一切法無五 那麼這 第五 一切法無俗 第六 一切法無味 第一 第二 一切法無俗 第二 一切法無俗 第二 一切法無分變 第二 一切法無間信 現觀世間十法的菩薩行者 應該勤迫十法 依地主法是上 那麼這個應該勤迫十法 這個十法是什麼? 所謂觀察眾生解 法解、世解、地解 來,水解、閨解、風解、石解和無石解 那麼這個第一條說觀察眾生解 那麼眾生解是實在這樣 這個眾生就是眾人眾生的環境 聽到嗎? 眾人眾生的環境也是眾人眾生 聽到嗎? 譬如說今天是藍斯蘭夫妻的戰爭 這樣來講就是他們的眾人眾生 聽到嗎? 我們現在在台灣哪裡 在台灣哪裡的眾生 就是我們眾人眾生的環境 但是我們現在在台灣哪裡就是眾人眾生 大陸有大陸的眾人眾生 這樣就不一樣了 這裡是個特別這樣 環境 那麼環境的分 有分解 叫做改 怎麼分解呢? 要看環境有分解叫改 比如說我們台灣做的分幾改 分解兩個伊核齊 分解台灣姓 分解台灣姓 分解台中姓 雞郎姓 台南姓 這個叫做分解 南刀啦 教養官 這個叫做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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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青 有佛意 不反 所明時的實解 有佛意外 其他有高解 這樣 所以這個高解 中青就是中生解 好 我們去這十分鐘 明瞭 好 好 好